大家好,我是电影迷小雪,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电影《鬼影特工,以暴之暴》 这是一部讲述猎杀独裁者的故事,六个个能与Top1的能人有超能力组织在一起,全部加私,伪造身份 神不知鬼不觉的以死人的身份破坏独裁者的腐败统治 从而顺利给自己的国家推上一个全新领导人的故事 全程以枪战爆破为主的无脑大片,可以说是一部相当合格的商议片 而他也是一部动作片领域的震撼之作,由导演迈克尔贝全程指导 他的代表作《变形金刚》系列《寂静之地》《珍珠港》都是破釜盛名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感受下这部超能力衍生的高智商拯救国家 全程高能内容的《鬼影特工,以暴之暴》究竟有多精彩 他的公司主打磁铁类业务,赚得盆满波满,金钱,地位,小马都拥有 然而有钱的生活反而让他格外空虚 没有朋友,没有家人的他,毅然决然确定了做慈善的项目 而《边境灾区》就是他为自己选择的慈善地点 这里满是流离失所,穷困潦倒的人们 他的到来似乎增加了些许的希望 这时突然而至的军区毒气弹很快打破了他们的妄想 为镇压难民暴论,空中无数甲军机飞过 一个个毒气弹在空中炸开,毒气侵蚀整个区域 人们在毒气中逃命,哭喊,随即在痛苦中死去 小马眼看一个又一个人倒下,赶紧拿出防毒面具 飞奔着分给逃命的人 然而只有小部分的孩子在小马的庇护下得救 更多的人死在了这场人为的灾难中 面对豪横统治者,非人的手段 有再多的钱,也无法拯救生命 这是小马当下唯一的感受 这时,分开已经充斥他的内心 这一刻他决定根治腐败,弯骨疗伤 而那个腐败正是当权者二狗 为此他做了一个缜密的计划 第一步,利用空难制造自己家死 将自己的信息从整个世界全部抹去 从此他可以开启自己的清竹计划 并且无人得知 第二步,召集五个超能力者 组成鬼影特攻,刺杀当权者 送其第三猴上尉 根据调查,目前的当权者二狗 是在六个月前上任的 然而除了他之外 三猴也有接任权利 相对于他的暴政 三猴是一个和平使者 但目前状况非常糟糕 三猴被其囚禁 位置除了他与四个心腹之外 根本无人得知 但秦贼先秦王 相马决定计划分为两部分 一,九出三猴 二,死杀二狗 但在此之前 他需要召集自己的专属特攻 第一个加入的是顶级特攻小雪 曾经小雪被派去抓回 要去美国求救的三猴 前军一发之刻 三猴告诉小雪 二狗投放毒气弹的事情 但事单力薄的他 除了将三猴还过去 此后消极代工之外 没有任何反抗能力 刚好碰到小马召集人手 小雪立刻加入 第二个参加的人 是偷珠宝的跑酷 素来身手敏捷的他 近期被朋友背叛而翻车 珠宝被抢走 而他从高楼直坠而下 就在跑酷快被警察抓走时 小马出手救了他 第三个被烧纳的是杀手 作为杀手界的Top1 一次任务杀到了小女孩 唯一的父亲 看着成为孤儿的小女孩 从此愧疚万分 并退出杀手界 对于小马拯救国家的想法 他的响应也颇为积极 但金盆牺牲了她 是否愿意加入鬼影特攻呢 小马在召集三个同伴后 这时她看中了第四个人 她就是小雅 一个环境如何恶劣 都能够妙手回春的女人 而小马最后一个帮手 则是飞车 一个顶级赛车手 就此 鬼影特攻六人全部集结 为了能够神不知鬼不觉 其他五人也全部假死 一切准备就绪 他们抓了唯一一个 居住在军区外的二狗专属律师 这个男人唯有虎作伤 是二狗的忠实拥促者 面对小马苦口婆心的劝阻 律师仍旧嘴硬 并且疯狂追捧自己的主人 软的不行只能来硬的 在问不出二狗死心腹的信息后 索性直接从律师的手机寻找 然而面对瞳孔识别 小美毫不客气 一把小刀出 眼球立刻游 这时二狗的保镖很快来袭 对方强势追杀 小马几人只能跑路 车次在街道急速飞行 幸亏飞车能力在线 哪怕街道如何拥挤 它都能够游人有余 完美躲避全部障碍物 然而对方炮火仍旧不停 子弹穿透车子 其他街人虽然安全脱身 但飞车却直接领盒饭 并且悲痛心情 他们将飞车装带海葬 这时小马找来了替补的队员 一个患有账号应激障碍的大黑 他是一个百发百中的狙击手 由于此失误 导致他亲眼目睹无数同伴死于爆炸 断臂残肢的血型画面 让他有了心理阴影 此后再也无法继续任务 然而小马的出现 让他重新拥有了活下去的目标 人员再次配齐 他们开启监听四新妇 通讯设备的工作 另外一边 二狗让四新妇购买足够多的毒气弹 为之后的反抗者做准备 四人快乐与军火商街头 经过赌场肆意挥洒 晚上还叫了多个美女陪伴 殊不知酒店的内部 鬼影特工已经困入其中 一个照片 三枪赶翻三个新妇 徒留一个获取信息 面对死亡 男人果然贪胜怕死 分分钟招供自己知道的信息 三猴的位置就此顺利获得 二狗得知四新妇全军覆没 奔着错杀一百 不放过一个的原则 将四新妇直系手下 召集顶楼 一把推下 他以为内谷危机解除 没成想囚禁三猴的大厦附近 经过捉迷的部署后 随即分工 小马全程指挥 跑酷进入大厦严密 大黑躲在吊塔隐蔽狙击 小小和杀手开车闯入 小雅随手丢下 一个自制狂笑迷雾药剂 放到无数保镖 然而百名一输 一个保安趁乱报警 他们真的能够救出三猴吗 正当计划有序进行 跑酷顺利带走三猴 突然楼上出现一大批二狗的保安 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楼下一大波警察来袭 前有狼 后有虎 大黑连击树枪 打破顶楼水池 被释放的野兽 瞬间冲走多个阻碍者 这时小马及时赶来 利用滑锁带走了三猴 然而跑酷被堵在楼上生死难测 小马打算起居宝帅 开车快速跑路 然而其他成员不同意 小马只能选择救援跑酷 在大黑的强力狙击辅助 跑酷顺利脱险 渐渐万事俱备指前东风 最后一步就是弄死二狗 推三猴上位 这天十二狗公开追到 战争中牺牲者亡灵的日子 小马带着大黑潜伏进入电视台 破坏直播系统 随即在标志独裁者的雕像附近 安装多个炸弹 这时二狗开始公开悼念 下一秒 电视机上的人变成了三猴 他慷慨激昂的发言 和平大使的理念瞬间复活人心 为了让三猴的发言更加有说服力 这时独裁者的雕像一个个被炸毁 就此所有人都站了起来 面对二狗的暴政 大家瞬间起意追随三猴 面对如今不受控制的局面 二狗瞬间慌了 他准备先行撤退 再巡视机 镇压防抗者 这时他乘坐防弹车快速离开 朝着自己建造的海上避难所进发 途中为了确保顺利 让军机在空中开路 防弹车则疯狂前行 一个 两个 三个 无数人被车子撞击起飞 无数路人惨遭轰炸 到处都是尸体和火光 这时小马探问 树林三二狗的船底 安装了多个干扰器 这正是小马的控制磁能力的作品 一系列操作后被切断 直接导致船上的信号 这样的行为直接让船上人员乱成一团 这时小马带着鬼影特工 正在和船上的保安打得不可开交 眼看双方人数相差太多 小马按下手中的遥控器 多个保安直接被吸附在船只的各个地方 而穿着特殊装备的他们 自然没有任何影响 但反数都有例外 一个保安发现了小马手中的遥控器 才是造成如今局面的罪魁祸首 他奋力爬行 一点点靠近遥控器 然而还没碰到遥控器 反而先行摁下了避难所的自毁装置 下一秒 整个船只被炸得如同筛漏 岸上的人们看到 独裁者最后的堡垒已经逐渐沉没 纷纷扬起国旗快乐欢呼 二狗一看 最后的避难所毁于一旦 赶紧带着谨慎的心腹跑路 李承祥正凭借皮挺 趁黑逃弄的时候 空中突然出现一架飞机 及时赶来援救 顺利爬上去后 二狗终于放心了 正当他激动自己的气韵 实在是闪天眷顾 李承祥面前戴着面具的男人 让他无比震惊 面具下的人正是三猴 这一行人根本不是救他的 而是小马他们 为了能够让二狗身体力行地 感受自己造的孽 小马他们直接将二狗 丢在曾经投放毒气弹的边境灾区 二狗在这里非常受欢迎 他在前面疯狂奔跑 后面一群难民 手里拿着各种工具追着打他 最终二狗死于乱棍之下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一个残忍的暴君 再无视民众生命 只为自己权力疯狂的当权者 最终会迎来触敌反击 这是人民的觉醒 也是人民对于自己生存权力的形式 然而这个世界上很多有权者都以为 自己能够主宰他人命运 实际不过是为新时代做嫁衣罢了 今天aremos上边的门